我们的研究室叫道教和民间宗教 那为什么在道教研究室会有一个民间宗教的方向 我的导师是马西沙先生 他有个中国民间宗教室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那么按照马先生的说法呢 道教和民间宗教有着同生共长的关系 那么在无论是历史上的这种发展脉络也好 还是在当下的这种演变的情况也好 道教和民间宗教关系都非常密切 那么我们知道从学科的归属上 原来的学者是把一贯道放在民间宗教系统里来研究的 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 尤其是进入台湾以后 然后台湾从台湾为原点向全球传播以后 事实上一贯道已经不能再用民间宗教这么一个词来看待了 这是我们一个第一个想法 那么也就是说事实上这次的这个题目定为中华文化 在海外的传承与弘扬我觉得非常妥贴 他们这三个点和在东南亚的乃至于到北美的可能不是太一样 东南亚的跟北美的可能大量的是在这个华人区域里传 但是在巴西在这个奥地利乃至于在南非 他们尤其是在巴西 有大量的这个天主教的信徒 他们这个加入这个佛堂成为道卿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探讨一贯到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 巴西的这些这个道卿 他们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些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创办了中中文学校 这个是以这个基础中处的全程道院 他们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在异域啊 他像做好这个中文学校呢 事实上得到了台湾这个主线的很多道路中心他们的这个支持 包括派选老师啊 还有教材啊都是从这里输送出去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发现的也就是 这个就是说跟支线的这种道路中心之间的关联哈 以及道路中心对全球的这种呃支持跟领导是分不开的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